今天如果沒有我在這邊 你自己本身會願意加 然後願意去試試嗎 為什麼會 不要緊張不要點導站 我們不是要請他盲測 不是請他開車 盲開車 對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測試 就是說透過自動輔助駕駛 紅綠燈自動停 或是自動穿越這個功能 那我們請美希太太蒙著眼睛 告訴我們說他能不能感覺到 這個特斯拉開跟人開的差別 也考驗美希先生的開車技術 就是考驗我能不能開得像Tesla那麼爛 不一定我也不曉得 我們會預計開至少10英里的那個 Local 的路 所以會遇到很多紅綠燈 偶爾可能會有Stop Sign 但是預計是紅綠燈比較多 可能會有那種行人穿越到 那我們盡量把所有的狀況記錄起來 那美希太太會戴著耳機 所以他不會聽到任何關於自動輔助駕駛的訊號 然後也會戴著我的眼罩 這是泳衣吧 這其實是口罩 對 好像這樣戴好像比較好 蠻好修的 但是我可以感覺那個車子的 感覺那個加速跟煞車 跟那個方向盤的穩定的程度 所以大概開個10英里讓大家感受一下 那同時在這個10英里 我們也會告訴大家說 這個Local 路段 因為大概平均時速應該不會超過50mai 可能就是45 40-50這樣的Local 路段 然後跟大家講它的耗電度如何 好不好 OK 出發 出發 非常多觀眾都非常期待 就是關於智慧召喚這個功能 好 到底Smart Summon 實不實用 你就假設說你現在從一家店走出來 然後現在狂風暴雨 你是李麥克 你要叫霹靂車來接你 到底他會不會找得到我們正確的路 這樣看來真是令人擔心 車子要來了 拜託你走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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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走 那之前測Smart Summon 的時候 有一個缺點就是 Model Y經常會逆向行駛 我們看他這次會不會 他有打方向燈耶 怎麼那麼急啊 我們就一直壓著 壓到他跟我們說他要停為止 然後美皮聲音在那裡 也太急了吧 前面還有人 OK Summon 完結了 我回來了 你緊張嗎 還好 我剛剛的顧慮就是 因為我可以看到他事先規劃的路線 對 那我原本站在樹那邊 他本來要走那邊對不對 他本來想走那邊 對啊 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太危險了 我希望他走這邊 因為這樣就是我們出去的路 對 所以什麼時候開始啊 那你要打我嗎 好 我打你 就是我們已經開始囉 喔 好 你剛剛是故意的嗎 哈哈哈哈 沒有啊 那在任何Local路段 你只要看到這個方向板出現的時候 就表示他已經 他有掌握 那你可以 開始讓他做這個 自動轉向 那也包含了這個 紅綠燈的孔子 這樣子 那因為我已經很習慣這個 One Paddle Driving 所以 這很平順的停 一定是你停的 就是我已經很習慣這個 One Paddle Driving 那對我來說 我可以 我預計我這10英里 你只要沒有太特殊的狀況 都可以用單腳來 怎麼突然加速了 煞的有點急 開的有點快 這應該是Tesla在開 那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 一路讓他跟車 所以 當他是自己停下來的時候 他的綠燈亮的時候 他也會自己往前走 很平順的開起來 美希先生開的 我很怕他 坐完這個車子就變籠子 哈哈 這是一個黃燈 Tesla過去了 這是一個黃燈 沙沙沙沙沙沙沙 這也太晴了吧 這一定是Tesla 我們剛剛 你看我們剛剛測試了兩個黃燈 有一個黃燈 就是 Tesla判斷說 可以過 尤其那時候已經其實離 路口非常近了 所以Tesla就讓我們過去了 那這個 這個大路口 看到黃燈了 過不去 那他就急煞停下來 所以在剛剛那個急煞之後 Tesla是並沒有自動往前 就是你在綠燈的第一台 前面這個車道有腳踏車 我們來看看他會怎麼處理 這個是兩線道 那但是 沒有自行車道 可是剛剛就是 前面就是一台那個 騎腳踏車的人 那Tesla 不會超過他 他就是跟在他後面 那我主動打了方向燈之後 Tesla還是沒有切換到左線道去 因為他可能沒有 他可能沒有偵測到左邊 還有一道這樣子 很容易就是一定要走在路中央 對 現在因為有人 所以 所以他沒辦法反應 對 所以我就自己把他轉方向盤 對 所以我就自己把他轉方向盤 但我覺得啊 就是 像這種 Smart Summon 或是autopilot 這種事情 他的 真正需要 這個功能的 族群 不一定敢用這個功能 目前來說 那真的 像我們這種敢嘗試的 其實是用不到這些功能 就是不需要依賴這樣的功能 但是這個功能 就是還沒有進步到 讓那些需要的人 很好的運用 對 所以你換個角度想就是說 我們現在很努力做的這些 玩的實驗的這些事情 是為了30年後的我們 可以享受那樣的科技 這段Logo路程總共是11英里 那我們的效率是 每英里 198瓦 滿好的一個表現 我們來猜拳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猜 輸的人 留在車子裡 哪個比較簡單 你最不想 坐在車裡比較害怕 猜輸的人坐在車子裡 我都可以啦 我都覺得蠻好玩的 好 嘎豆酒頭 幾盤 隨便你喊 好 先第一盤 一盤 絕勝負 但是美西太來隨時會翻盤 翻到它引為止 嘎豆酒頭 撞 耶 我贏了 所以你要去 所以我要去接你 我們原本想要去一個地下停車場測試 那個在Garage裡面的那個自動 智慧召喚 可是 他就把停車場封起來了 我們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大的困擾就是 Smart Summon 經常它會逆向行駛 然後造成這個整個traffic的困擾 等一下呢 我要去 剛剛誰在車子裡面 你在車子裡面 你在車子裡面 你是我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繞過去接太太 那太太會是在路的 假設我們這樣開過去 太太會在路的左邊 Tesla到底會是 逆向停在太太前面 還是說 她就停在 順著traffic這個方向 然後叫太太走過馬路來接她 總之呢 我們要分享的困擾就是說 Tesla有可能會逆向在那個 停車場裡面變成三寶 所以 讓我們來試試看 太太臨時覺得 站在外面那個任務比較簡單 她決定做一個比較難的任務 就是坐在車子裡面 那簡單的交給我 困難的交給她 我們就在沒落外面 開起來了 開起來了 有人有人 哇 她轉得好狠 所以很多車子喔 要可以慢一點 後面有車子 後面有車子 好 三門失敗了 我們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剛剛就是另外一個失敗的 失敗的原因就是 前後夾擊 對 她可能判斷她要右轉的幅度不夠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需要後退 就是說她想要後退再轉過來這樣 就是 讓她有更 夠大弧度可以 右轉這樣 然後她要後退的時候 後面那台車就嚇到了 因為她覺得 你為什麼要後退 她就按了喇叭 好 開始囉 哇 後面有柱子耶 後面有柱子耶 她走 她就是 把停車場當自己家一樣 任意開 天啊 然後 很認真的逆向 因為她在左邊 然後 停下來了嗎 還滿遠的 Tesla 再度當了 那個停車場的三寶 哈囉三寶 好扯喔 她直接把 停車場當自己家耶 對 反正 機器學習 就是沒有完美的 那我們透過我們的 有限的 腦力的輔助 來看看能不能幫助 Tesla達到 更好的一個目標 現在那個GPS真的是 非常飄忽 所以我們大膽推測 它 我們還是得在 在那個裡面 建築物裡面 這樣子 好了 那也由於現在幾乎整個 停車場都是空著的 所以 我們 非常可以預期 就是Tesla 還是會非常隨意的 在 停車場裡面遊走 這次我有經驗 我知道它就是 會隨便開 這次走這一條 不是走那一條 右邊有柱子 逛個馬路 現在在右邊 但它可能 欸 它有發現它在右邊 但它停一個 就是在路中央的感覺 為什麼要停這樣 停車場三寶 三寶小姐 它又把它停在這裡 你覺得Smael三寶這個功能 實用嗎 驚嚇度太大 驚嚇度太大 會嚇到自己 也會嚇到別人 對 有興趣的人 然後有 願意花那個錢的人 就 就不會多想 不會去 Defay說 我到底要不要加 我是覺得 如果你心裡面 有任何的懷疑 到處問人家說 到底值不值得 你就不要加 你就不要加 對 因為它真的每次都會不一樣 就是 你像現在去看別人的 之前的影片 你就知道跟現在 其實也 就是一直在進步 對 但是如果大家做過一些 所謂的那種 顧客 Focus Group的那種調查的話 就是 它一定 在所有消費者當中 有那種 Early Adopters 就是有些人會勇於嘗鮮 那有些人就是比較 希望等技術 再純熟一點 再去接受 這樣子 那有的人是比較 Never Adopters 所以 但我覺得 要到技術純熟 就是沒有那一天 人跟機器 永遠就是有差距 今天如果沒有 我在這邊 你自己本身會願意加 然後願意去試嗎 應該是不會 你如果需要去考慮 猶豫的話 你就不如就是 乖乖鎖定我們的頻道 我們幫你試 我根本也是那種 就看著他試的那種 我願意很願意看 其實請太太幫我們 一起加入測試 真的是很辛苦 她的一件事情 她必須要突破自己的舒適圈 克服那個勇氣 對 那請大家掌聲鼓勵 還蠻好玩的 對